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首先在这里提提大家 寒冷天气警告已是新效果 与一股强烈寒潮有关的冷空气 正是逐渐向南抗展 我们预计将会在日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 届时天气会显著转冷 气温会明显下降 当寒潮抵达的时候 我们亦会转出一些比较大的偏不风 其实今早天气已经挺凉凉 市区今早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 新界的气温再低一点 沙田大埔只有13度 而打鼓岭更加只有11度 预计今日的天气情况将会密闻 间中有雨 初时的时候会吹这些和缓的东北风 市区的气温会陪优在大约15度左右 新界还会再低几度 当日间北风增强的时候 气温会显著地下降 天气明显转冷 到今晚时时区的最低气温只有11度 所以大家今早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 记得穿多件厚一点的衣服 这股强烈的寒潮 相信会影响我们好几天 未来的几天 除了会吹着一些比较大的偏不风之外 气温方面也会进一步下降 到星期日星期一的时候 最低气温只有6度左右 这是市区的气温 新界和高地更加有机会再低多好几度 相信在这些地方有机会出现一些结冰 或者结伤的情况 在这里再提提大家 这股强烈的寒潮将会持续影响我们好几天 各位的长者或者有长期病患的人士 记得多多保重身体 穿多件厚一点的衣服 做足预航的措施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